嘿大家好我是豬豬鞋 哇我們好久沒有做電玩系列了 那為什麼今天突然想來拍一集呢 原因是最近啊 在電玩界發生了一件歷史性的大事 那就是 有一位馬利歐賽車Wii的玩家 在經過長達將近5年的嘗試以後 終於完成了一個 號稱沒有人類可以完成的捷徑 並且一舉刷新的世界紀錄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歷史性的畫面 這名玩家的遊戲名稱叫做Arthur 是一名法國玩家 他所要挑戰的是 馬利歐賽車裡面經典的Rambo Road賽道 最難的一個捷徑叫做 Rambo Road Ultra Shortcut 彩虹之路終極捷徑 可以看到他在遊戲開始後 先往前騎了一小段 接著掉頭 用地上的加速板往回衝 衝到賽道柵欄外側的一小塊地上 接著往外跳 最後直接飛越到對象的賽道上 然後只要轉個彎就回到起點 超捷徑完成一拳 當然因為這個捷徑實在有夠難完成 所以在他第一次完成以後 後面他就打安全牌了 穩穩的拋彎 但就靠著這一次超捷徑 他就整整理些了 前世界紀錄 長達10秒鐘的時間 如果你有看我前幾集介紹那種 Speedrunner玩家的影片 你就知道那個世界啊 是你只要比別人快0.001秒 你就是神了 而這一次呢 居然一舉超前的世界紀錄 10秒鐘 你就知道事情有多大條了 那今天我們就來聊聊 這個神奇的捷徑是怎麼被發現的 他是利用什麼原理 以及要完成這個捷徑 到底有多困難吧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好奇 像這種Hardcore玩家 他們是怎麼去發現這種遊戲中的 不管是BUG也好 或者是密技 捷徑的呢 除了有時候真的是 誤打誤撞釋出來以外 更多時候 是你必須對遊戲的設計方式 要很深刻的了解 那今天介紹這個 《彩虹之路終極捷徑》 他是在2016年3月 由這名網友所發現的 而且他發現這個捷徑 也是有理論基礎的喔 這就要談到這個遊戲裡面很重要的 檢查點機制 為了方便理解呢 我們先用這個最簡單的賽道舉例 在馬力歐賽車位裡面 為了偵測玩家的位置 判定圈數 以及玩家掉落後的重生點 承認設計時呢 把整個賽道切割成 一塊塊的檢查點 Checkpoint 其中又有分成 一般檢查點 關鍵檢查點 以及起點 當玩家進入了一個檢查點的範圍內 檢查點就會被錯過 遊戲就知道 玩家現在在哪裡了 也可能會想說 那是不是遊戲就要玩家 依序去觸碰所有檢查點 然後呢 通過重點 這樣就是完成一整圈了 對 理論上應該是要這樣子的啦 但這遊戲 卻不是這樣設計的喔 在馬力歐賽車位裡面呢 只要玩家能夠先觸發 起點之前的 這一格 關鍵檢查點 然後再觸發起點的這一格 遊戲就會判定你完成一圈了 沒錯 他就這樣設計的 這是檢查點機制的 第一個規則 第二個規則是 這些檢查點呢 其實並不是遊戲一開始就全部載入 並且持續在偵測的喔 而是採用一種動態載入的方式 只有玩家身處那一格檢查點的前後兩個 關鍵檢查點之間 會被載入 比如我現在身處 這一格裡面 遊戲的檢查點載入範圍 就是從這裡 到這裡 要一直到你通過了下一個關鍵檢查點 比如說我現在往前進到 這一個 這時候呢 遊戲才會更新載入的範圍 一樣是載入 由前一個檢查點 到下一個檢查點之間的範圍內 而之前的檢查點呢 就會卸載 而不再起作用 那麼 要怎麼發現這種 終極接近呢 首先啊 這種接近只能在 起點前面的 在那一個檢查點裡面想辦法 因為只有在這個時候 起點之前的 最後那一格關鍵檢查點 才會是載入的狀態 一旦你往前 它就會卸載 所以只能在這 第一格裡面想辦法 檢查點還有第三個規則 那就是 只有當你是正規方法 突破一格檢查點 遊戲才會重新偵測你在哪裡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在某一個檢查點的 中間範圍裡面 利用某種技巧或是bug 比如說有人用修改器 直接改成 飛天 往上突破檢查點 或是用特殊技巧 從側邊突破檢查點 那麼用這種意外的方式 突破檢查點以後 遊戲就會以為 你人還在原來的檢查點裡面 這時候呢 就算你落地在一個 新的檢查點 遊戲也並不會進行 檢查點的更新 而會維持 原本載入的那些檢查點 所以搞懂以上這些之後呢 就知道 終極接近是怎麼運作的 首先 你只能在 第一個裡面想辦法 第二 利用某種技巧或是bug 突破檢查點 讓檢查點維持在原本的載入狀態 最後呢 突破起點之前的最後那個關鍵檢查點 然後衝過起點 就能夠在 不跑完全程的情況之下 完成 終極接近了 現在讓我們換回 今天的這個 彩虹之路的地圖 這個終極接近 就是利用這樣的原理 首先在 第1格的地方 利用技巧來加速 從側邊 飛越 衝出第1格檢查點 飛過這個 大紅溝之後呢 直接落在 對面的賽道上 落地之後 檢查點載入狀態 仍然維持原狀嘛 接著只要 順順的 開完剩下一小段路 就完成 好我們現在知道 重點就是要想辦法 從側邊突破檢查點嘛 那麼要怎麼辦到呢 這就要從 車輛的選擇開始了 我們知道 馬力歐賽車的遊戲機制 其中一個核心就是 它的甩尾嘛 而這款遊戲裡面 車輛的甩尾方式 又分成兩種 Inside Drifting 內側甩尾 和Outside Drifting 外側甩尾 甩尾也有人叫飄移啦 那我們這邊用 台灣人比較習慣的甩尾 那這兩種車差在哪裡呢 差別在於說 你按下甩尾鍵的時候 假設都不動方向盤 內側甩尾的車種 會直接往內彎 而外側甩尾的車種 只會往外飄 再看一次 內側甩尾的車 是直接往內彎的 外側甩尾的車 只是往外飄走 那要完成這個終極接近呢 就必須要選用 內側甩尾的車輛才行 我們接下來解釋為什麼 為了完成這個終極接近呢 為了完成這個終極接近呢 我們還需要知道一個技巧 叫做 Spin Drifting 旋轉甩尾 這個技巧啊 幾乎是這個遊戲裡面 每個Speedrunner 都會用的 首先它只有前面提到的 內側甩尾的車種 才能使用 外側甩尾的車種 是不行的 那實際上它會有什麼效果呢 那就是 它可以用一個 往回勾的角度 來過彎 這個技巧都被用在有很多 直角彎道的賽道上 可以看到 如果只是一般的甩尾 那很容易就會 飛出去撞牆 但是 旋轉甩尾 則可以順利的通過 那實際上怎麼操作呢 我們用慢動作來看一下 Arthur的操作 那先解釋一下 它使用的是 Wii雙結棍控制器的組合 左下角這邊是它的按鍵 分別是 加速 甩尾 放道具 和轉向 首先它往前開 然後回頭 利用加速板往回衝 然後呢 開往外側 接著跳到空中 這時候用掉 第一個蘑菇 接著重點來了 在落地的這個瞬間 它其實就做了一次 旋轉甩尾的動作 你可以看到 它在落地的時候 先放了 第二顆蘑菇 瞬間按下甩尾鍵 然後用很快的速度 把搖桿先向右 然後再向左勾回來 這個動作呢 就是旋轉甩尾了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的車子本身是先往外彈出去 但是因為它剛剛用了旋轉甩尾 所以車子又慢慢的往回勾 回到了賽道的邊邊 而且同時你可以看到 它的車頭方向已經變成朝外 準備彈出了 接著用車尾撞擊賽道的邊邊 往側邊彈出 彈出後在空中 它又放了第三顆蘑菇 進行加速 最後 成功落地 完成了這個 彩虹之路 終極捷徑 那這可以節省多少時間呢? 我們拿前一位世界紀錄的數據來比較 同樣都是第1圈 前世界紀錄 花了48秒378完成 而用了終極捷徑之後呢 只要花 22秒526就完成了 真正少了一半以上的時間 那實際上有多難呢? 其實已經有無數的玩家 挑戰過無數次了 甚至在Authur之前 這個捷徑已經被公認是 只有用所謂的Test 也就是用模擬器 直接輸入指令的方式 才能夠達成 因為他要求的操作實在是太精準 就連Authur自己都說 他從發現這個捷徑之後 就開始嘗試 到底試了多少次 他已經數不清了啦 一定至少有好幾萬次以上 而且呢在他完成以後 他說他整個人都興奮到狂抖 所以呢他後面兩圈 都是打安全牌在跑的 你也可以聽聽看 他當下的反應 Oh my god Oh my god guys Keep that Keep that guys Oh wa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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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s I did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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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人就是已經語無倫次了啦 那麼就另外一位Speedrunner所說呢 他後面兩圈其實跑的並沒有很好 但因為光完成那一次終極捷徑 就省下超多時間 所以最後呢 還是整整超前的前世界紀錄 10秒鐘 這在Speedrunner的歷史上面 絕對可以名流侵蝕啦 不過呢更令我好奇的是 大家知道像這種原本大家公認 人類無法達成的紀錄 往往只要有第一個人達成以後 證明人類可以做得到 那後面就會陸續有人成功 就像以前有人說 人類跑100公尺 絕對跑不進10秒鐘啦 結果呢 後來很多人都突破了10秒障礙嘛 所以啊不知道未來會不會在 Arthur成功以後 陸續就有人突破 甚至最後變成一個 只要你是 專業的Speedrunner 都會的技巧 也就是要看未來怎麼發展 當然啦像Arthur這樣子 為了自己熱愛的事情 拼命嘗試無數次的精神 還是很值得我們學習的啦 好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這一個 最近在遊戲界發生的大事啦 最後呢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按鈴鐺頻道頻道頻道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掰掰